OK 我留意到今天政府正式有個第125號的公告 是刊憲批准委任梁卓妍正式成為刑事檢控專員 但是其實政府在2017年的時候已經宣佈了會委任梁卓妍為刑事檢控專員 問題是為何等了那麼久才正式刊憲批准委任呢 我本人在1月8日在明報寫文章講這個確認的問題 我提出了一個疑問究竟刑事檢控專員是被確認沒有 我亦都在1月8日在立法會入了一個書面質詢 就是問究竟刑事檢控專員的確認程序和確認的日子是何時 那麼今天我們就看到就是這個政府就正式刊憲 就是去確認梁卓妍為刑事檢控專員的 如果你看回上兩任的刑事檢控專員 楊家鴻先生是2013年8月宣佈他會做刑事檢控專員 在一個月之內已經獲行政長官 當時的行政長官是批准委任的一個月時間 而上一次再對上一次洩偉成Cabin Service 亦都是非常之短的時間 是獲這個委任和刊憲的 那個時間都是短的 所以就有法律界的人士跟我說就是質疑 就是為什麼這個梁卓妍先生作為刑事檢控專員 要等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就是由公佈他會上任 到今天才刊憲這個做法 拖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亦都是我為什麼1月8號的時候 正式入這個質詢 去問政府這個刑事檢控專員 為什麼還未遲遲都未確認 那麼我也都在明報那裏寫了一篇文章 是講這件事的 那麼我認為整件事呢 就是帶出了就是 整個人事任命那個過程程序 和確認呢 是絕對是不公開不透明 亦都是那個時序令人是非常之懷疑 究竟是不是有人想用這些人事任命程序 去嘗試去影響某些的檢控決定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那個事態的話 那個時序的話 其實呢 是令人引起很多質疑 再加上今天有位非常資深的 許紹鼎 資深大律師 亦都是副刑事檢控專員 是辭職了 剛剛我也回應了 我覺得整個事件 是需要律政司司長 馬上去解釋 為什麼那個人事任命的問題 出現了這麼多這些疑點 所以我認為呢 現在那個事態已經是發展到 是整個律政司人事任命那個問題上面 是不是嚴重出現了問題 而是不是有人在那裡玩程序 是不跟回過往這樣去做呢 是馬上去 執行一些任命和委任的批准 這個也是牽涉行政長官 因為那個行政長官 是他最後去批准的 那也都牽涉現界律政司 因為是他要向行政長官提出 是要求他批准這個委任的 那所有東西都是 律政司和行政長官要馬上回應 I'll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Earlier this week I filed a written question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king when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 the present one Mr.David Leung SC asdpp or whether he has been confirmed after I filed a written question today we've seen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cassetted its decis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o approve the appointment of David Leung as DPP within one week Now if you look at the timing the appointment or the announcement of appointing David Leung as DPP took place in 2017 in December and his appointment should have been confirmed much earlier much earlier than the timing that we see today and if you look at previous DPPs they were both announced and confirmed within the course of a month or so so it's taken government more than 12 months to confirm the appointment of the DPP Now if you look at the timing of all this it raises many many questions over the proper procedure of appointment and confirmation is there someone using these procedure to try to alter or interfere with prosecution decisions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these questions need to be put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for answer right away can you look at some of us can you hear are the question what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judge and ourerstromantist what the president and our sang in the everything so 是否有任何要求的 我覺得整件事態令人非常質疑 為何刑事檢控專員等了這麼久 行政長官才批准他的委任呢 為何律政司要拖這麼久 或者行政長官要拖這麼久 拖到有立法會議員進入質詢的時候 他才去確認這個委任 如果沒有立法會議員問 那他們是否一直用這件事去所謂 吊著在這裏 就不去確認刑事檢控專員 一個這麼重要公職人員的任命 為何會這樣做呢 為何這個時間會引起這麼多人有移民呢 如果他一直都不刊獻的話 其實外間的人都不知道 是否已經確認刑事檢控專員的委任呢 如果沒有的時候 為何要拖這麼久呢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律政司司長和行政長官都要馬上去解釋的 因為這個正正就是 就是剛才你說的就是 最近有這麼多令人質疑的一些檢控決定 是不是有人嘗試去用這些這樣的程序 去嘗試去影響一些檢控的決定呢 我不知道也都不敢去推論 但是現在件事顯示到的就是 這些人事任命確認程序呢 外間沒有辦法得知 是為何會用這麼長時間去確認 為何這個梁卓 這個梁卓賢先生 David Leung呢 是需要這麼長時間 行政長官呢 才是正式今天去批准他的委任 為何是有議員問完之後 他才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令人非常之疾疑的 那你遲了年紀才真正在刊憲委任 會不會有帶來什麼後果 例如在年紀裡面 梁卓賢所做的一些決定 又或者他提供一些檢控是無效 會不會有類似的 又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仍然都是 2017年開始已經是擔任 DPP刑事檢控專員這件事 但是他一天他的委任 未正式被行政長官是 確認或者批准的話 他那個委任隨時都是未正式的 或者是隨時都可以是被改變的 那這個就是正正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2017年他已經是宣佈 為什麼他那個批准是委任 是今天才出拖了這麼長時間 而過往的刑事檢控專員 都是沒有這麼長時間 是所謂是過渡期 你可以說是 那這個事態是令人非常之關心 是究竟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事發生 那不是現在David Leung請辭了 他有沒有擔心 不是David Leung 是Martin Huy Martin Huy已經請辭了 那他有沒有擔心 未來的律政司 可能會有其他的人 都會換來出請辭 我不知道律政司裏面 那些人士的部署是怎樣 我剛才都說了 就是許紹鼎資深大律師 是一位非常之有質素 在行內非常之受尊重 亦都是一位非常之有經驗的 一位刑事的檢控官 那我非常之失望 看到他是選擇離開律政司 那我希望他 其他人是會 有經驗的都會繼續留 但是有坊間的人士擔心律政司 是不是有人才流失 這個現象我相信是合理的 所以隨便解釋一下 員工一直都不刊憲 還有有可能影響警察 決定的關係 沒有 因為刑事檢控專員 這個任命和刊憲委任的程序 其實過往來說 你看看都是很短時間 他就是刑事檢控專員 會被批准委任的 那其實當然如果你想一下 你作為那個公職人員 如果你那個委任 是一直都未被政府 或者行政長官刊憲批准的話 其實可能你的委任 一直都未是正式的 那這個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明白的 我不知道當中發生了甚麼事 為甚麼等了那麼久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會去問行政長官 而我1月8日入的質詢 正正就是問刑事檢控專員 究竟他那個委任是確認了沒有 那我可以將那個書面質詢給大家看看 叫你麻煩叫同事拿下來 那我覺得如果要等到有議員去問 的時候他才是作出這些批准去委任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那究竟為甚麼之前不批准這個委任 要等到現在呢 那個問題出在哪裏呢 那今天那個時序見到就是很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甚麼 想問一下其實他未委任 委任了之後他的職權和職權 其實有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他仍然是這個刑事檢控專員 但是他那個委任 如果是一直都未被行政長官正式 是批准 刊憲批准的話 一天他都未真正是這個刑事檢控專員 真正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未被這個行政長官正式委任的 是要刊憲的 就是這個是一貫人事任命 或者香港這個政府的做法 那所以就是我們已經是 1月8號我寫文章是質疑 為甚麼還有未確認的問題 也都馬上入這個書面質詢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政府就覺得 好了沒辦法了沒得再等了 就要現在才去公開這個委任的決定 是刊憲呢 我認為整件事一定是問清問楚 而不可以讓人覺得 有人是用這些這樣的任命程序 嘗試去影響律政司 或者刑事檢控專員的所有決定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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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e discussion 說 negatively 頂